大家好 我们接下来继续讲解第六节知识产权制度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六节的分值的情况 他每年考分都不太高 就是考两分 这部分学的时候一定要抓大放小 因为这个里面有好多关于知识产权 如何去申请申请的步骤是什么 如何去审查如何去公告等细节 但这些细节我们是不去追求这个分数的 因为它分支不高 你没有必要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好那么第六节一共讲了哪些内容呢 首先是介绍了知识产权的内涵与分类 接下来去讲三类专利权商标权和著作权 当然都是抓要点我们来看 最后一个讲建设工程知识产权的保护 好那我们看第一个知识模块 知识产权的内涵与分类 知识产权是权利人对其创造的智力成果 依法享有的权利 智力成果 那么作为智力成果 哪些是知识产权的课题呢 这个需要大家来看一下 包括作品 发明 实用心情 外观设计和商标 注意前三个是我们主要的知识产权 作品是由著作权来保障 发明 实用心情和外观设计 是由专利权来保障 第三个商标呢 由商标权来保障 所以我们主要呢 讲的是前三个 后面的这个 大家也要看啊 因为它出选择题呢 它不会细讲 但是选择题里面会考到 包括地理标志 商业秘密 集成电路的布图设计 以及注意植物的新品种啊 植物的一个新品种 好 下面关于知识产权的基本类型 知识产权我们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叫做著作权 一类是工业产权 著作权里面包括临界权 那至于什么是临界权 它也没有说 没有必要知道 你只要知道它包括就可以 而工业产权细分的话 又分为两类 分为专利权和商标权啊 大家是不是记得 你在这个另外一门课 就是工程经济里面去问我们 说资本金的出资方式有哪些 资本金的出资方式里面有 有现金 实物 工业产权和非专利技术 那么有些学员问说 为什么后面他提到了 非专利技术是可以 这个作为资本金 作价出资的 那么专利技术为什么不可以呢 他有没有说专利技术不可以啊 没有 因为专利技术专利权是包含在工业产权里面的 它已经是包含的啊 所以专利权以及非专利技术 都是可以去作价出资的 这里面呢 我们跨这个科目呢 再讲一下 因为有很多学员呢 就是搞不清楚这个 这个专利权呢 到底属不属能不能够去作价出资 我们这里呢 明确它是可以的 属于工业产权 这里的工业产权 应该作为最广益的理解 适用于农业和采掘业 即一切制成品或天然品 是一个广义的一个概念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知识产权的法律特征 知识产权它是一种无形的财产权 主要包括以下四个特征 这个呢 比较容易考的就是多选题 好 第一个特征 财产权 人生权的双重指属性 那么在知识产权里面 有人身方面的权利 那么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财产权 那么人身权有哪些呢 你比方说 著作权中的这个署名权 署名权就是一个人身权 而版权收益 像其他的权属呢 那么都大多数的属于的是什么呀 是财产权 所以既有人身权 又有财产权的性质 第二个 专有性 专有性指的是 知识产权的权利人 具有绝对的排他性 什么叫做绝对排他性呢 就是我是能用的 而且我是未经我的同意 别人是不能用的 就是未经允许呢 不能使用 这就是一种排他性 体现了专有 第三个地域性 指的是知识产权呢 它的效率呢 是受地域限制的 它在一定范围内有效 那么超出这个范围呢 可能就无效了 所以有空间的地域的限制 最后一个 有时间限制 体现在期限性 那么超过法定期限呢 这个权利呢 就自动消灭 该智力成果 将成为社会的共同财富 因此在知识产权里面啊 其实呢 知识产权刚刚出来的 它比较新的时候啊 它的这个利益是最高的 所以要保护 一旦过了一定期限之后呢 那么它就呢 没有排他性了 是属于社会来共享的一种 人类共同的这种智力的财富 这是它的四大特征 好 下面我们看 17年真题 关于知识产权法律特征的说法 正确的是A 具有财产权和人身权的双重属性 对 你想想一个署名权 就属于最典型的人身权 B 效力不受低于限制 不对啊 你像在我国有专利 那么在其他国家呢 就不一定算专利 所以它的效率是只在某一特定区域内的 而不是说呢 在全世界什么地方呢 都有效的啊 因此受低于限制 C 仅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 受到法律保护 它呢 是有期限的 对 D 不存在排他性 当然不对了 存在排他性啊 你没有获得这个授权啊 那你是不能使用的 具有排他性 E 是权力人对其创造的 智力成果依法享有的权利 哎 对 所以正确的是 A C E三项 好 下面我们就看 知识产权里面主要的三种 就是专利权啊 著作权和商标权 首先看专利权 那么专利权呢 那么发明 具体包括呢 发明 实用心形和外观设计三大类 那么今年有一个重大的修改 我们感觉预计它出题几率是比较高的 就是关于这个期限的问题啊 发明呢 它是20年啊 实用心形10年 外观设计呢 注意今年有修改 以以往是10年 现在统一改为15年啊 这个一定要记下来 这就是容易出题的一个提点 那么发明呢 它的保护对象就是产品和方法啊 它的这个保护器呢 那么像我们专利权的这三类的保护器 都是自申请制开始算 这个期限 而不是从它核准制 是申请制开始算 那么实用心形呢 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小发明啊 针对产品 保护器是10年 而外观设计呢 它的保护对象就是产品是15年 发明和实用心形 它的授予条件 这两个是共同的 具有新颖性 创造性和实用性 而外观设计呢 授予的条件是 新颖性 富有美感 和事于工业应用 大家会发现一个贡献的问题 就是 那凡是这种 专利的要求都是新 你至少你得新颖 这两个是公性的 其他的有不一样 大家把条件 以及它的期限 以及期限的起算点呢 一定要掌握 好 下面就是关于这个 新颖性的这个规定 说在申请日前六个月内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丧失信心 也就是出现以下情况呢 它虽然好像是 这个展出过 虽然呢 发表过 但是我们认为它还是新的 还是具有信心的 好 那么怎么记呢 那么记呢 浓缩一下 就叫做会展录 会展录 那么会指的是什么呢 第二条 在规定的学术会议 或者技术会议上 首次发表的 首次发表的 但注意不是说 在任何一个会上 说我发表过 这个都不影响 一定是在规定的 有范围内的 那个学术会议和技术会议上 你第一次发表 这个不算丧失信心 认为你还是新的 这是会 会议 会议上 首次发表 第二个 展指的是 参加过展览 在中国政府主办 或者承认的 国际展览会上 首次展出 那它展不是说 随便一个展览参加 说都不丧失信心 一定是在 政府主办的 或者我国认可的 国际展会上 首次展出 注意都有什么呀 都有首次这个词 这个叫展 录是什么呢 泄露 他人未经申请的同意 而泄露其内容的 我没有去发表 但是别人没有经过我同意去泄露的 这个对我来说呢 我们还认为是具有吸引性的 因为它不是去故意去发表的 所以即会展录 会展录一共有三条 但这里面注意细节 一定都是会展呢 这个都是首次 而且呢有定语限制 不是说随便一个会议 和随便一个展览呢 都可以 一定是有这个满足条件的才可以 好 接下来关于专利的申请与审批 申请专利要有三个文件 第一个请求书 第二个说明书及其摘要 第三个权力要求书 这是申请的三个文件 那么申请之日呢 是以专利行政部门 收到申请文件之日起呢 那么作为申请之日 这是收到之日 但如果说申请文件是邮寄的 那么以寄出的邮戳日呢 作为申请日啊 这个要记住 如果寄来的是看那个邮戳 那么它是什么时间 寄出的那个邮戳日 那么作为那么收到之日 好这是申请日 另外一个呢叫做生效日 这两个日期呢 看起来呢 好像意思差不多 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么申请日呢 是从专利部门收到申请文件 开始算 但是生效日呢 一定是自核准 并且什么呀 公告之后 就是我批准你了 授予你专利了 然后对外公布的那之日起呢 采取生效 那么也 我们称之为登记之 登记之后开始生效 那么大家看一下 这两个时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来看这个图 申请日肯定在公告日之前 因为你必须先收到文件 然后再进行什么各方面的实质性审查 然后才能够批准 才能够核准公布 所以申请日在前 公告日在后 但是如果我们来计算 专利权的保护期 那个20年 10年 15年的 它是自申请制开始诉案 这个保护期的 保护期 但是问你哪一天生效啊 生效制是从公告制 也就是核准并公告制生效 也就是中间有一段空闲时间 这段时间虽然给你算 那个保护期限的 这个20年 10年 15年 但是在这期间 它是不生效的 这就是两个日期的一个区别 这个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这是比较难的一个地方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 19年的真题 某施工企业申请发明专利 于2018年5月26日 以挂号信寄出申请文件 同年6月6日 国家专利局收到申请文件 根据施工企业的请求 国家专利局于同年10月8日 将其申请的预公布 经过实质审查后 国家专利局于2019年的4月10日 做出授予施工企业发明专利的决定 同时预登记和公告 那么该施工企业发明专利权 是自什么时候生效 那么它 这道题呢 你看举了一个小的案例 然后问它的生效日是哪一天 大家先明确 它考的是生效日 还是我们所说的申请日 生效日 那生效日是哪一天呢 一定是核准呢 并且登记并且公告 也就是我批了你这件事 我呢 同意授予你专利的并且公告之日 那么是哪一天呢 来大家看一下 他说 国家专利局于2019年4月10日 做出授予专利专利的决定 同时预登记公告 因此2019年的4月10日呢 就是它的 它的生效日 那么4月10日选的是B 好 那么这道题里面 如果问我们 它的申请日是哪一天呢 申请日呢 是专利部门收到申请文件之日 但是又说了 如果你的文件是寄 用这个邮寄的 那么应该是什么呀 寄出的邮出日 那么寄出是哪一天呀 2018年的5月26日 以挂号信寄出 所以是5月26号 是它的什么呀 是我们的申请日 但是本题中 它没有考到申请日 只考的是生效日 所以选的是B选项 这道题呢 是比较难的 因为它把好几个日期 给放到一块了 反正我们记住 那个生效日一定是 相对于我们说 核准了 我登记了 我同意了 我授予你那个专利 然后再什么呀 公告制 从那一天开始算 好 要记清楚了 好 下面再看19年真题 下列授予专利权的条件中 属于共性条件的事 那么共性条件就是 不管你是三种中的哪一种 都要求一定是新的 这是最突出的是一个 吸引性 吸引性 当然如果是专利的话呢 要求新颖 创造 实用 但是外观设计呢 外观设计呢 那么要求新颖 具备美感和适游工业应用 所以大家把条件要看一下 好 下面看18年真题 李某研发了一种 混凝土添加剂 向国家专利局提出 实用新型专利设计 实用新型 好 那么一个是 发明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 大家说实用新型的这个期限是多长啊 10年啊 这个是没有变的 今年这个题依然是实用的 是10年 2010年5月12日 国家专利局收到李某的专利申请文件 经过审查 2013年的8月16日 国家专利局授予李某某专利权 那么专利权的 借满的期限是哪一天 好 这道题也是非常好的 他其实把多个知识点呢 放到一个小型案例里面去考了 我们要想知道专利权的借满制 你首先得知道他多长时间 还要知道他从什么时候开始算 你两个因素必须都要知道 所以他考的是两个知识点 好 那么这个实用新型 他明确告诉我们实用新型 他的有效期是10年啊 10年 这个没有变 那么10年是从哪一天开始算呢 那凡是算这个期限的都是从申请制开始算 而不是从他那个核准啦 什么公告制 是从申请制 那么哪一天算申请制呢 是以呢 专利局呢 收到文件制开始算 那本题中有没有说什么 以信件寄出的呀 他没有说信件寄出的 就是专利局收到文件制 那么是从2010年到5月12日开始算 而不是从他授予专利制开始算 是从收到文件制 从10年的5月12日算10年 就是2020年的这个5月12日 所以选的是答案D选项 好 下面看16年真题 某施工企业准备将一项发明创造申请专利 导致该发明创造新隐性丧失的情况是哪些 这个知识点我们前面是提到过的 在6个月内如果发生以下事件 不视为丧失新隐性 也就是还是算新的 那么这道题问我们什么情况下丧失信性 你就排除法 那我们把那个不丧失的挑出来 剩下的就是丧失的 看A 申请日前5个月被他人泄密的 其实这句话呢不严谨 我们特别强调过表述的一个完整性 泄露泄密的 这个一定是什么呀 未经本人同意的 我没有同意的他给泄露的 他还缺这个内容 说明他缺点东西 但是你也不能判定他一定对或者一定不对 你先打一个问号 B 申请日前三个月在学术论文中发表的 我们说不丧失信性的是三种会展路 有会议 有展览 有这个泄露 有没有说在论文中发表啊 没有啊 这个是会导致丧失的 你已经发表过了啊 他会导致丧失 再看C 申请日当日在规定的技术会议上首次发表啊 反正规定的人家有技术会议 这个是会首次发表 哎 这些要点是具备的不丧失心理性 B 申请日前三个月 在中国政府承认的国际展览会上 首次展出的会展 这个展呢和会都是符合的啊 条件都具备 政府认可的国际展览 而且是首次发表 因此这道题里面 CD是一定不丧失信仰性的 这个A呢表述其实是有一点缺陷的 但是你一看B呢 那个论文发表的根本就不属于会展路 那一定是B选项了啊 他会丧失信仰性 认为就不是最新的了啊 选B 好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商标权 那么商标权呢 主要有两项权能 第一个就是使用权 注册商标人呢 充分的支配和完全使用的权利 第二个权能就是禁止权 禁止他人未经许可使用 我自己可以用 但是别人未经我的同意 是不能用的两项权能 下面我们看一下商标权的一些规定 我们做一个提炼筛选啊 经国家商标管理机构核准注册的商标 这是他的保护的对象 注意一定是核准注册的商标 如果不经注册的话 这个商标你可以用 但是注册之后别人就不能用了 你不注册别人也是能用的 好 第二个分为商品商标和服务商标两大类 这是他的分类 好 商标专用权只包括财产权 而商标设计者的人身权是受著作权法保护的 这个明确了 他只说钱的事财产权 人身权是放到著作权利保护的 商标可以转让和许可使用 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的商标注册应当予以驳回 这是我们筛选之后呢 需要大家注意的一些地方 好 下面关于注册商标的期限与展期 注册商标有效期为十年 是自核准注册至起算 注意这就是核专利权不一样的地方 专利权的时间的起算点是自申请至开始算 申请至而我们商标权是自核准注册至 这两个起点是完全不一样的 十年到期时他可以无数次的提出续展申请 也就是延期 每次续展注册有效期均为十年 那具体啥时候去申请续展申请呢 其实呢他不是说等你完全到期了 你再申请你可以提前来申请 应在到期前12个月内申请 还有六个月的宽展期 如果宽展期满仍未申请的 那么注销期注册商标 所以他可以申请的期限一共是18个月 如果我们用这个点表示我到期的那一点 这一点按照第一个十年他已经到期了 其实你不需要等到期 你往前可以什么呀 提前12个月你就可以申请 然后到期之后呢 再给你多少 再给你六个月 一共加起来是18个月 所以向前12个月向后呢 结束之后还有六个月的一个宽展期 把时间记一下 好下面看16年真题 关于商标专用权的说法 正确的是 A商标专用权是指商标所有人 对注册商标所享有的具体的权利 对 那么是对注册商标 如果你这个不注册的话 商标可以用 但是你没有排他信 那别人也可以用 他注册商标就是什么呢 相有的权利 A是对的 B商标专用权的内容 只包括财产权 对不对啊 对 那么财产权是放到商标权里面的 而商标里面的那个人生权利 是放到著作权法里面的 所以B是对的 再看C 商标专用权包括使用权和禁止权 两个方面 对 我自己可以用 然后未经许可你别人不能用 这就是两个权能 D未经核准注册的商标不受商标法的保护 对 我们保护的是注册商标 一定要加注册 你没有注册的别人都能用 E 商标设计者的人身权是由专利法来保护的 专利权法保护的 对吗 不对 他的人身权是由著作权法来保护的 排除掉 所以正确的是ABCD 细项 好 下面再看15年的真体 关于注册商标有效期的说法 正确的是 这是秒杀的送分的题 注册商标有效期是10年 是自核准注册制开始起算 选的是B选项 好 接下来关于著作权 著作权也叫做版权 那么著作权是指作者及其他著作权人 依法对文学作品 艺术和科学作品所享有的装有权 他是文学 艺术 科学作品 但是在我们建设工程里面呢 他的著作权作品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文字作品 文字作品像 招投标文件 就是文字 第二个 建筑作品 你盖的那个房子建筑物 就是建筑作品 第三个 图形作品 就是工程图纸 既有文字又有图形又有建筑 这是他的著作权的一个作品 好 下面关于著作权的类型 不同类型的著作权 他的著作权归属是不一样的 我们分的时候 这个一定要清醒 从大的方面来说 著作权可以分为单位作品 职务作品和委托作品三大类 而在职务作品里面是指 当事人是完成单位的工作的过程中 我单位给我安排的活 我做单位的活的过程中 我所创造的一个作品 那么具体一点又分为一般的职务作品 和特殊的职务作品 所以细分的话呢 一共包括四大类 那么考试的时候 大家呢 如果遇到一个体 你首先判断属于哪一类 然后才知道呢 它具体著作权是归谁的 那么关于著作权 我们给大家做一个归纳总结 就是这四类作品 那么对于单位作品呢 它是由单位组织编解 有代表单位的意志创造 并且有单位承担法律责任的 这类作品 最典型的建设工程里面的 就是招标投标文件 招投标文件 这是代表单位意志的 那么它的著作权 就是归单位所有的 第二类 委托作品 委托作品是接受单位 委托而创作的 最典型的 像那个图纸 建设单位 委托设计院去做图纸 这个图纸就属于委托作品 委托作品的著作权的归属 取决于合同的约定 合同有约定的 从去约定 没有约定的 或者根本就没有定合同 或者没有明确约定的 这个著作权 我们归受托人所有 受托人所有 好 第三种就是关于职务作品 职务作品分两类 一般的职务作品 和特殊的职务作品 两者的区别在哪里呢 它们的共同之处 都是为了完成单位的工作 单位的工作 但是区别在于呢 一般的职务作品 它没有利用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 利用的就是你这个 这个作品的创作人 他自身的一些特点 你比方说 在策划公司里面 有一些广告策划语 策划方案 你说他用了单位啥资源 没啥资源 凭的是什么呀 那个策划是他脑中的那个灵感 这是完全靠人家个人的 所以像这里呢 就没有利用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 而另外有些呢 它的特殊的职务作品 它呢 主要利用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 并且由单位来承担责任 最典型的像计算机的软件 什么图纸 软件 图纸 地图 这类呢 你说凭你个人的一己之力 你凭你的那种知识储备 你能够完成这些内容吗 其实不能 应该是一个单位的一个团队的合作 尽管你在这个团队里面 你做了一些事 但是呢你还是利用了单位的技术条件 最主要的是单位来承担责任 一旦说 说你的地图这个有错 是你个人承担吗 不对 是那个单位来承担 所以这一类呢 就属于特殊的植物作品 那么这两类植物作品 它的著作权归属是不一样的 一般的植物作品 其实主要用的是 你的这个创作人 你作者的自己的那种 你那种灵感知识啊 所以著作权是有作者享有的 单位呢 可以优先使用 作品完成两年内 未经单位许可呢 那么作者不得许可第三人 以与单位使用相同的方式来使用 意思什么呢 这个著作权是归作者的 但是单位用 并且在两年之内 你不能允许别人和单位呢 相同的方式来使用 那么最典型的 像我们策划案 那么点子公司那个点子灵感之类的 都属于这一大类 好 那我们一般的经常在工作里面遇到的 像什么图纸计算机软件地图 就是利用 主要利用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 由单位承担责任的 那么这类特殊的植物作品 作者只享有的是署名权 而著作权的其他权属都归单位享有 当然单位可以给作者的一定的奖励 所以遇到提议 大家先判断它属于哪一种 就知道著作权是归谁的 好 下面关于著作权的保护 注意今年呢 因为有这个外观设计的期限的修改 还有什么呀 换于单位的人作品的 这个 它的这个期限也有修改 所以要注意一下细节 我们放到一块 归纳总结一下 关于它的保护期 那么对于专利权 发明20年 实用心情10年 外观设计是15年 今年的重大修改 这几个期限都是自申请之日起算 申请之日起算 那么商标权有效期为10年 可以无数次的续展 每次续展10年 那么这个期限是总核准注册制开始算 接下来 著作权 著作权中的署名权 修改权 保护作品完整权 是长期的 这个没有这个期限的一限制 这个也不看你发布发表 这是一直有的 那么接下来 自然人的作品 自然人的作品呢 它是看作者的 那么作者终身 及其死后50年 终身他要保障 另外在他去世后50年 截止到第50年的12月31号 那么再往下呢 超过50年的话 就相当于不保护了 他是看作者呢 终身另外再加上50年 终身加50年 但是对于呢 这个单位的作品 注意今年就有重大修改了 因为以前说 单位作品是看你发布发表 是从你首次发表开始呢 看50年 但是今年改了 他不是看发表 是看什么呀 创作啊 创作 那么发表权 使用权和获得报酬的保护期呢 是50年 截止于作品创作完成啊 创作完成的50年的12月31日 也就是说呢 我呢 是看你的创作 至于你发布发表 今年是不管的 我们在民法店里面 把相关的内容 已经做了修改 他是看创作 不看发表 如果50年内 未发表的 那么不再受 著作权法的保护 这里面发表 只是给了一个上限 就最长呢 就是你50年 没有发表的话 那我就不管了 啊 那么但是你要 你要是发表了 那么我们算这个时间啊 是从创作开始算50年 不是从你发表 至算50年 这个起点又是不一样的 啊 稍微注意一下 好下面看17年真题 某设计院指派本院工程师张某 为某建设单位设计住宅楼 设计合同中没有约定设计图的 著作权的归属 那么该设计图的著作权属于谁呀 啊 你看这里面提到了这个建设单位啊 建设单位呢 委托呢 设计院来做图纸 然后设计院呢又指派他的员工张某来做图纸 然后这里面有三个主体 问那么这个权属归谁 那么遇到这样的题呢 我们要明确啊 有一个原则就是一码事是一码事 就你看到有三个主体 你理解的时候呢 区别他们的权利义务的时候啊 你千万不要把它放到一个合同里面 因为他们本身属于不同的合同 或者是不同的这个事件 你不要把它搅到一块 我们要分开两个两的看 首先来看一下 那么我先不考虑张某 那么就建设单位和设计院 这个两个主体来说 那么你说在他们的关系里面 建设单位委托设计院做图纸 那么图纸属于什么作品呢 明显属于啊委托作品啊 你建设单位委托设计院来做 那就是委托作品 委托作品的著作权归属呢 有约定的从去约定 没有约定呢 他明明告诉没有约定的 那么归受托人所有 也就是说在第一个关系里面 著作权呢是归设计院所有的 好接下来第二个关系 设计院指派张某去做这个住宅楼的设计 那么他是这个属于工作隶属关系 工作任务 完成单位的任务 并且由单位来承担法律责任 并且主要利用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 你像地图 设计图纸 软件 一般是否考这三类 一定属于特殊的植物作品 那既然是特殊的植物作品 那么著作权归谁啊 张某只有的是署名权 著作权的其他权属都是归设计院所有的 那么大家已经理清楚了 那你来看一下应该选什么呢 肯定不能选张某因为张某只只有署名权 建设单位他什么都没有 设计院呢 绝大多数的权属都是归设计院 但是你看一下呢 建设单位和设计单位共同所有 这肯定不对 因为没有建设单位什么事 那么大家就对比一下 A和C里面的归谁啊 归设计院所有 所以选的是C选项 但是呢大家注意一下 做题是要灵活 因为像这个题呢 几乎一个完全一样的题 在另外一年整体里面出现过 他的备选项里面就没有单独设计院这一项 他写的是张某和设计院共有 好那你说如果他没有单独写设计院 说张某和设计院共有 可不可以啊 可以 因为他虽然不是特别精准说 张某有署名权 其他归设计院 但是至少张某还是有一个权能的 你不能说他一点没有 所以你没有更合适的情况下 你只能说看哪一个更接近 你像本题中最接近的就是C设计院 而如果里面没有设计院 说张某和设计院共有 那么你也是可以选的 这就是你知道答案是什么 然后去找那个更接近 那个正确答案的那个选项去选 那么本题呢选的是C选项 那么像这种题呢 就要求大家一定要理清这个思路 这三个主体千万不要搅到一块去琢磨它 什么关系 应该两个两个的来看这件事 首先是建设单位和设计院之间 那么图纸属于委托作品 没有约定著作权归属的归设计院 那么第二个是设计院和张某之间呢 属于特殊的职务作品 那么那么应该呢 这个张某具有署名权 其他权属归设计院 这么来进行区别 这是一道比较典型的题 好 接下来建设工厂知识产权的保护 那么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 保护什么呢 发明和实用心形 它是以权力要求的内容为准 看你申请什么 你申请什么权力 权力要求 那么说明书以及附图 用于解释权力要求的内容 所以后面这个不是最主要的 主要看权力要求 而外观设计是看它那个外表 是表现在图片或者照片中的 该产品的外观设计 就是图里面显示的那个样子 这是它保护的一个范围 一个是按权力要求 也是看它的样子是什么样子 好 下面建设工程专利权的保护措施 保护措施 那么保护措施呢 我们这里提醒一下 就是它会突出了一个 时间就是金钱 为什么呢 因为专利权最突出的就是它的新颖性 因为别人都不会 别人都没有你新创造出来的 你新就有了这个价值 有了经济价值 如果你时间拖的久了之后 别人都也有相应的这个技术方法产品 那么你的这个产品就没有优势了 所以专利呢 其实最主要的 有价值的就是前几年 其实给你20年的期限 真正有经济价值的也就是前几年 因为后期很快就有人研发 能够替代的像类似的这种技术和产品 你就没有优势了 所以时间是最紧迫的 那么如果说某个主体它有专利权 发现别人在侵犯它的专利 那应该怎么办呢 那是先去打官司吗 你想打官司会花好长时间 那么你在没有这个判决之前 那么那个侵权行为一直是在存在的 那怎么办呢 那么我们呢 有一个规定 起诉前呢 可以向法院申请 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 就是我打官司 我可以慢慢打官司 但是我不能让你打官司期间 你依然侵犯我的权利 我现在起诉之前 就向法院申请 你先让他别侵权 你让他停止 然后最后怎么赔偿 怎么处罚 你这个官司结束之后再说 但是你不能让他继续这么做了 好 那么谁来提出呢 申请人呢 可以提出这个 采取呢 责令停止有关行为的这个措施 那么提出申请是呢 应该提供担保 如果不提供担保的 我会申请 你要求让人家不干这个事 但是你现在还没有判决 他到底清没清权 他不知道 那么你先让人家停了 假如后来派他没清权 那他是不是停产 停业了这么长时间也有损失啊 对啊 所以作为公平呢 你如果要提出申请 你要拿出担保 如果发现人家没清权 那么你什么呀 你要相当于赔偿人家的损失的 好 另外 关于法院的受理 法院呢 在受理申请之日起的48小时内 做出裁决 特殊情况下 可以延长48小时 就是在两天内 你要拍板决定 我到底是不是要呢 这个停止 要求呢 某个主体停止有关行为 那么裁定则令停止有关行为的 应立即执行 只要说是要停止的 就马上执行 当事人对裁定不服的 可以申请行政复议 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说让某一方停止了 因为别人呢 人家怀疑他 人家起诉他 这个这个侵权了 知识产权的侵权 他如果呢 觉得不服的话呢 怎么办呢 可以申请行政复议 因为 起停止 这个具体行为 这属于一种什么呀 行政的一个处罚 行政行为 可以申请行政复议 但是复议 这个期间呢 该停的依然要停 要停下来 所以大家注意这个 法院受理的一个规定 好 接下来 关于知识产权的民事责任中 赔偿损失是我的确定 注意今年 虽然在表述里面呢 他弱化了顺序 他没有明确说 必须先按什么 后按什么 但其实表述上 他还是有顺序的 就是赔偿时 首先按权利人的实际的损失来确定 然后第二呢 才按侵权人员侵权所 获得的利益来确定 如果说前面两个都确定不了 要参照知识产权许可使用费的倍数来合理确定 说你许可使用费是10万块钱 那么我按几倍呢 4倍5倍3倍来确定这个赔偿的数额 如果以上都不能确定 那么按照法定的赔偿金 注意今年的数额呢 有所变化 专利3万到500万 著作权500万 500元到500万 这个幅度太大了 商标权的300万元以下 这个看一下这个金额 那么特别要强调呢 顺序在索赔时 首先看这个被侵权人的实际损失 接下来才去看呢 侵权人的实际所得 为什么按这个顺序呢 因为我们举个例子 说假如我们的客件啊 那么假如呢 卖是500块钱 但是如果盗版侵权呢 他卖20块钱 那么你说赔偿这个权利人 你是按500块钱还是按20块钱 你肯定按500 因为你侵权了 你盗版了 别人就不买500 那么就按照损失500来赔 这样才能保证利益 但其实真正那个侵权人啊 盗版人啊 他也赚不了多少钱啊 才一颗20块钱 你说他能赚多少钱啊 你按这个赔呢 那太惨了 你就没有赔多少 所以我们记住顺序是什么 好 下面看18年真体 在建设工程知识产权 侵权的民事责任中 确定赔偿损失数额 首选的方法是哪一种 首选的赔偿损失 首选是怎么样 看被侵权人因侵权所遭受的实际损失 而不是先去看那个侵权人的获利 因为他获利那个往往比那个损失的要少得多 那么看一下 A 参照该知识产权许可使用费的数额来合理确定 这是排在第三的 B 由人民法院确定给予一定数额的赔偿 这是第四的 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呢 就给法定的赔偿 C 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来确定 对 那不是按照侵权人的所获得的这个利益 确定 选的是C选项 好 再看16年真题 在建设工程专利保护中 专利权人有证据证明 他人正在实施侵犯专利权的行为 可以在起诉前 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 关于该专利权人向法院申请责令停止有关行为措施的说法 正确的是 A 申请人提出申请时应当提供担保 对 你还没判决 你就让别人不要干什么 那假如呢 最后呢 判决下来发现人家没有侵权 那人家停产停业是会损失的 所以你提出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呢 你应该提供担保 B 人民法院裁定责令停止有关行为的应当立即执行 对 立即执行 C 人民法院应当自接受申请致起的24小时内做出裁定 做出裁定的时间不是24小时是48小时 D 当事人对人民法院责令停止有关行为的裁定不符的 可以提出上诉 好 上诉嘛 注意他呢 如果这个责令停止有关行为这个呢 你可以去提起行政复议 而不是去上诉 不是去上诉 为什么呀 那为什么说他不对呢 为什么要行政复议呢 因为你是在起诉之前 你是说在起诉之前我先停止某些行为 这个其实它相当于什么呀 行政的一个决定 行政决定 本身呢你是在起诉之前的 好 那么这个是由行政单位 法院呢他责令停止 然后行政单位会做出行政决定 然后你不服的话 你去到行政单位进行行政复议 不能够上诉啊 因为毕竟现在还是在诉讼之前 还没有开始打官司呢 一申请人自人民法院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为措施至起到15日内不起诉的法院应当解除该措施 注意今年我们现在呢 已经把这条呢 这个已经去掉了 就是你呢 责令停止有关行为多长时间内 你必须起诉 这个时间已经删掉 我们就不用管他了啊 那么选的是ABE 它是对的 但是已经删掉了 好 下面再看 假公司是某混凝土预制构建的专利权人 以公司未经授权制造和销售该专利产品 假翻线后对以提起侵权之诉 经查以共销售侵权产品800件 以以的侵权行为 假少销售600件 假销售专利产品每件获利呢 2000元 以销售产品每件获利1000元 那么以应该赔偿假多少钱呢 要赔多少钱啊 要首先看 那么这个假呢 因为以的侵权 它损失了多少钱 这是第一步的 那么损失了多少钱呢 它少卖了600件啊 提中说你以侵权卖了800件 但是乙呢 因侵权呢 少卖了600件 那么每一件 如果它卖出去呢 不被侵权卖出去是多少钱啊 那么假的 获利的应该是2000元啊 但是呢 现在由于侵权 这2000元600件就泡汤了啊 那么这乘起来是多少啊 120万元 所以这个是假呢 实际因侵权遭受的损失 那么我们按照120万元来赔偿 选的是C选项 好到这里 我们知识产权的制度的相关内容 就讲解完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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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